洪水来袭之际 他将母亲举过头顶 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根据节目新闻的报道 6月20号 安徽黄山市的射线遭遇强降雨 引发洪水灾害 与2.7万生命被迫承受灾难的重压 3937名居民在紧急撤离中 寻求一线生机 那么在这场灾难中 向先生的举动令不少人泪目 当时向先生的母亲如往常一般 正在猪篮喂猪 洪水突然袭来 水位迅速上涨 将他困在了原地 生死关头向先生奋不顾身的 跳进了水里 冒着生命的危险 将母亲托举到了安全地 尽管他的水性很好 可是依旧还是没有能够 抵御住洪水的冲击 当他试图挟着游到邻居家避险时 不幸被卷入主河道中最终遇难 留下了一个年仅15岁的女儿 母亲给予了他的生命 他又将生命献给了母亲 向先生的这份笑心 感动了屏幕前的无数网友 这样子的孝子并不常见 若是没有这场洪水 他们应该是多么幸福的一家人 老母亲眼睁睁地 看着儿子被洪水卷走 可以想象那是何等的无助和绝望 我们还望向先生的母亲 能够早日走出悲痛